经文处与南加玉山科技协会在日前举行了一场青年创业论坛 受到不少青年朋友的热烈回响 当天有近百人出席参与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科技组与南加玉山科技协会 日前与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共同举办青年创业论坛 邀请创业新锐的CEO专题演讲 以无线充电气质奥秘以及未来发展为主题 深入分享创业心路历传 并提供想创业的青年朋友们建言 当天晚上出席盛会的人数近百人 多数是年轻人 回响热烈 若山基科技组组长表示 台湾面临转型期 过去数十年赖以发展的ICT产业 在新时代面临许多挑战 政府希望和鼓励青年一代 做些创新和创业的尝试 提供资金资源以及平台 如果是科技产业的创业 可以说是最好的地方在美国 台湾擅长制造业 美国擅长科技创新 品牌以及行销 如果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相信可以无往不利 所以科技组也一直鼓励 留学美国的台生创业 全球玉山科技协会表示 他们将继续致力于 结合台湾与细股科技产业 希望位于南加州的细摊 也能够加入 共同促成台湾科技产业的转型 科技产业的转型 小创业的转型 感谢观看